各位朋友大家好 过去这两天我一直在旅途当中 身体非常疲倦,心情也非常沉重 就在路上我就听见了张健去世的消息 这个消息来的太意外太突然,让人真是接受不了 我跟张健本来交往不多 过去很多年大家只是在网路平台上面互相遇到了 互相打个招呼 直到去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他在我心目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非常好的印象 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视频 一定要告诉大家张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去年五六月份的时候 我在国内的一个朋友,一个民运的老朋友 给我发了一个消息 要我一定要想尽办法 一定要帮助一个姓管的维权人士 这位管先生是湖南人士 他在当地进行了一些维权活动之后 就遭到了当局的打压 他就逃亡国外 辗转经过几个国家之后 就去到法国的巴黎 在巴黎就受到法国移民局的扣押 移民局在经过几天的讯问之后 就觉得他的有一些证据啊材料啊 现在还不全 就准备把他遣返回中国 那这位管先生呢就向国内朋友求救 国内的朋友呢 可能也找了很多人 也找到了我 那当时呢 我就在想这个任务啊 对我来讲啊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因为啊 我从来没有去过法国 在法国呢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朋友 有几个民运的朋友呢 都是在网上面认识的 都没见过面的 在这样的交情呢 我怎么好让人家呢 让人家相信 怎么能让人家呀 出这么大的力气来帮忙 在这么困难的一件工作 他们怎么能够玩得成 但是呢 我就抱着这个死马当活马一的这个态度 就把所有的我认识的这些朋友 民运的朋友啊 都找遍了 都联络了 然后呢 告诉他们情况 希望他们出手相助 那其他的那些民运朋友 可能是因为 事业太忙 工作太多 来不及呀 去营救 只有张健 听见这个消息之后啊 马上就奔赴巴黎的飞机场 找到了那个机场里面的移民办公室 然后呢 见到了管先生 在了解了基本情况之后 他就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把自己的牧师的身份亮出来 把自己名正负责人的身份亮出来 又动用了他在法国的所有的这些人脉关系 总之 他在那个机场啊 停留了一天多时间 就没离开过 直到移民局啊 法国移民局把管先生放出来 让他在法国居留 这这么大的一件好事啊 这么困难的一个工作 就让他啊 用一天多的时间 就这么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呢 他也没有张扬 也没有显摆自己 多有能耐 只是在网上面呢 发布了一个简短的消息 说管先生呢 现在已经呢 出来了 已经被营救出来了 可以在法国停留定居了 这位这个管先生呢 在法国定居之后呢 也没有见他啊 今后继续参与民主运动啊 即使是张健主办的那些活动 他也看不到他的身影 但是呢 我就从来没有听见啊 张健呢抱怨过一次啊 从来没有听见过 那位管先生呢 也从来没有啊 在公开的场合表达过 对张健的谢意 张健从来没有抱怨过 这就让我啊 对张健呢 真是刮目相看 就觉得这个人呢 真正的是一个古道热肠的 北方的汉子 而且呢 有古代的那烟造地区的 这种霞氏之风啊 帮了人 追里面不说 人家不感激 他也心里面呢 毫无挂碍 这种品格 真是在现在 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那我当时呢 也只是在网上面呢 对他表示了一下谢意 我想呢 将来总有见面的机会 见到面了 一定要请他 好好的吃一顿饭 喝一顿酒 大家把酒言欢 交个朋友 今后一起为民运来奋斗 哪里想到 他这么快就走了 我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现在想起来啊 真是心里面特别难受 我也希望啊 张健的在天之灵 能够听见啊 我的这番话 能够知道 我心里面呢 有对他有多感激 也希望他知道 所有那些他帮助过的人 即使是嘴里不说 心里面对他的感激 也是不言而喻的 希望他知道 希望他在天之灵啊 知道这一切 让他呢 得到一些安慰 张健呢 我以前一直以为他呢 是非常健康的一个人啊 因为他这个身形呢 很健硕 听说他以前呢 是体育学院的学生啊 也见他在网上啊 发过他这个练武的照片 因为这样的人呢 身体一定是很健康的啊 结果一个多月以前呢 就看见他在推文上说啊 刚刚到鬼门关走了一招啊 因为得了严重的肝病 住进了医院 差点死掉了 那他还说啊 这个六四之后啊 他又活了三十年啊 十二年是在国内为民运奋斗 十八年呢 是在海外为民运奋斗 这辈子啊 没有白过啊 如果是能够这一关 能过得了 把这个肝病治好了 那他还要继续奋斗 希望大家为他祷告 没想到啊 在一个多月之后 他呢 真是没能够走过这一关 他这一次啊 本来是决定在法国啊 在四月十六号 要在法国动手术 这个肝脏手术的 他就想呢 在这个手术之前呢 还要完成一件工作 可能是觉得这个手术 也是有风险的啊 大手术 他就去到泰国 那本来是这么病重的情况下 是不应当长途跋涉的 但是这个人呢 就是这么执着 去泰国呢 主要是有两个任务 一个是呢 要在当地录制 一个纪念六四的歌曲 那另外一个呢 是要营救 参与营救 滞留泰国的 这个政治难民 后来他在回城的途中啊 肝病就突发了 因为长期的这个劳累啊 肝病突发了 飞机啊 就迫降在德国的慕尼黑 进行抢救 当地的医院呢 也没能把他抢救过来 就这么 就去世了 他这个人呢 一辈子啊 没有家庭 这个也没有财产 过去这这么多年 就一直是在为民运打拼 真正的 是把自己的理想 把自己的民运的这个事业啊 完全放在生命的最重要的地方 成为生命的重心 这种人呢 在这种物欲横流的社会 真是非常非常的少见 凤毛凝脚 现在他走了 世界上又少了一个这样的人 怎么能让人不痛心呢 六四那天晚上啊 三十年前的那一天晚上 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包括张健 张健呢 当年曾经是广场 学生纠察队的总指挥 在六四那天晚上 他身上中了一枪 被北京市民呢 抬到一辆平板车上面 拖到医院 和他一起被拖到医院的 还有另外三位伤者 那三位伤者呢 都当时啊 就都去世了 都重伤不治 只有张健一个人活了下来 就这种经历 造就了张健 后来的性格 造就了他后来的坚持 后来的信仰 他后来呢 也自己为这种坚持 为这一份信仰啊 付出了生命 可以说啊 这是一种形式的马格果师 是一个战士的最高的荣誉 但是对那些 跟他一起战斗过的 那些啊 看见他 既一直战斗的那些人来讲 也是一份沉重的悲痛 难以化解的悲痛 在六四这一代人当中啊 张健算是比较年轻的 那么其他的还有很多人啊 都这个比他年纪大 现在都已经五十多岁了 大家过去啊 都受到了很多的这个痛苦 都有很多痛苦的经历 像方正先生 他是曾经是啊 这个六四当中 为了营救其他的学生 自己啊 被坦克车压断了双腿 像建民 像这个李建峰啊 他们呢 是后来为了 坚持六四的这一份理想 继续啊 进行民主运动 后来被抓啊 被判刑 在脑里面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吃尽了苦头 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那么现在呢 大家的身体啊 都不好 我前两天呢 也是听说方正呢 现在身体不好 现在是因为过度的劳累啊 说是口腔出血了 现在还没有去医生去看医生 我跟那位朋友说啊 一定要催他 马上去看急诊 建峰呢 前几天我也得到消息 说他是已经住院了 又住院了 进了急诊室 建民呢 身体一直不大好 看着他好像是活蹦乱跳 但是呢 这个也是有高血压的 我曾经上次见到他的时候 曾经劝他说 你不能一直这么劳碌下去啊 不能这么忙 一定要松弛下来 一定要休息 但是他说啊 我这个人是停不住的 一停下来呀 可能更容易生病 还不如啊 就这么一直跑下去 一直坚持 直到哪一天呢 突然垮掉了 那就算了 很多民运的同道 那都是这种性格 我希望大家 我希望大家 一定要注意保养 一定要注意休息 一定要坚持下去 现在中共啊 已经到了他们呢 危机四伏的时候 可以说啊 是现在他们是四面楚歌 那很快 他们就一定会显示出败相 那么很快 这场大变革就要开始 真正的大家进行实现 民主理想的这个机会 很快就会到来 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 就首先一定要保重好自己 不能像张建那样 初始未竭生先始 我们呢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我们在中共未倒之前 我们一定不能倒 在民主未成之前 我们一定不能倒 好 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跟大家共勉 希望大家都保重 希望大家都一起继续奋斗 谢谢大家 再见